千千盛堂皇家珍宝 被埋藏于皇宫之外 总共有大概将近1100件 震惊中外的一个重大发现 到底是谁 在一千多年前埋藏了他们 动机又是什么 万一是偷出来了 那是要杀头的 他的动机是什么 是为了保卫国家财产 还是把这个国家财产 紧不变为自己私有啊 负责管理国家财务的官员 又把大量的国家财务 藏到了自己家里 该不会是 也许是皇帝委托他秘密地去保管 有可能他是为了安全 临时放在了新画坊 哥 你看这个地图上 新画坊离大腾西市非常近 当时这个地方的主要功能呢 是唐都长安城的国际贸易中心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所有的外商都在这里汇聚 西运东书的物品都在这里集散 教堂都是因为突发事件 你们把一些财宝买藏起来 什么样的突发事件 使得这批无价之宝 在被买入地下后 却被世人遗忘牵连 你们就想到这暗时之乱 但是后来有人发现啊 这个里边的有些东西啊 它的制造年代应该晚于暗时之乱 就考虑啊 还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呢 一起发生于千年之前的宫廷宝藏一案 大唐医保的谜团即将揭晓 究竟是谁埋藏了何家村大唐医保 所有的线索似乎正在慢慢清晰 这个叫羽商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花纹 这种纹是出现是在唐德宗的时候 我们是根据这个进行年代断代的 赋税的银饼 它应该是在国库里面 苏永史刘正 唐德宗时期的国库管理者 根据唐两京城访考的记载 它的家就在新华坊 也就是今天的何家村 一切线索似乎都在指向祖永史刘正 那它为什么要把宝藏 埋藏在自家的院落呢 看看这个地图 来压一下 我们用这个紫外线的灯来看看 可以更清楚 永新坊 可以看到古代 古代的108坊 这是大唐芙蓉园 我们一下对上了 大明宫 在这里 再往这边就是新华坊了 新华坊 但是刘正 当时为什么要埋藏这批宝藏呢 刘正是大唐的尚书 同时也是租永史 准确来说他是负责管理国家财务的官员 负责管理国家财务的官员 又把大量的国家财务藏到了自己家里 该不会是 我觉得有可能这批财宝有独特的用途 也许是皇帝委托他秘密去保管的 但是我记得当时侯馆长讲到 国家村仪保这批饮饼的时候还讲到 这个饮饼只是当时的一小部分 那么在何家村仪保里边 我们总共发现的这个饮饼有22块 但是从一个国家来讲 它这个国库里边的饮饼远远不止22块 所以说它这些东西只是从国库里边 流失出来的很小的一部分 这批东西是皇帝赏赐给某一个贵族 或者某一个官员 这种可能性很小 为什么 数量太多了 怎么可能一次性赏给这一个人 万一是偷出来的 那是要杀头的 如果真是刘正从宫里拿出了这些宝物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又会如何处理呢 赴税的饮饼并没有什么收藏的价值 国家的饮饼加上这么大一批珍宝 我觉得有可能它是为了安全 京市 这的确是个出手宝物的好地方 而且离刘正藏宝的地方也非常的接近 看来我们必须寻访一下西市 看到底能找到怎样的线索 我今天继续地缴带她的时候 哥你听到我说话吗 音乐好大声 其实你看这个广场舞是不是特别带劲 然后我听说当时我们现在西安的广场舞 还流行了一些当时西域的特色 比如说弧弦舞 剑舞等等这样的元素 你看像不像 对 跟我平时跳的广场舞是一模一样的 你平时还跳广场舞 可以 我觉得这个动作非常的专业 哥 我听说买东西就是从当时大唐的东市还有西市捡捡过来的 买东西 买东西 但是这个西市是一千多年前的 现在还在吗 反正西市以前的遗迹就在这块土地下面 往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 我现在脚下踩的这个 有的长安啊 金城啊 平津 这个圈和这个地图 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地图 这个图我们主要是想表现 唐代丝绸之路 从长安往外延伸的 一个大致范围 当时大唐西市的 东北十字界中心 出了长安向西 经河西走廊 然后过西域 再到中亚 西亚 欧洲 最远到达意大利的罗马 然后你再看东边 东边通过水上 可以到日本 同时南边可以到巴厘岛 对 也就是现在的印尼 盛唐时期的贸易版图 几乎难过了 当时欧亚大陆的所有完美 那时的长安城 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大都市 长安城的外国人 应该是不少的 有一种研究 说是占到5% 关于唐朝和很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 这个记载 新旧唐书上都有 所以各国的这个使者呀 还有朝拜者呀 都到长安城来了 那个时候长安城的总人口 规模达到了一百万人 唐朝对世界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另外你们可能想象不到 现在日本料理中 最典型的菜肴 生鱼片 都是唐代从长安传到日本的 是这样的 另外一方面呢 世界各地的文化来到长安 对长安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我们如果要是形容一下 当时这个唐长安城的状态呢 可以说是多元文化的汇聚地 东西商品的集散地 是这样一个状态 非常丰富多彩了 我突然想起 在何家村仪保展厅里边 我们是有看到很多 外国风格的东西 其实有很多 它素特风格的 特别是经营器 它本身就是仿造少数民族 准确地说是游牧民族的那种平囊湖 大唐的时候不仅仅是 把国外的一些文化元素 把它引进来 可能还把一些工匠 也同时引入到大唐 通过这种传承 然后提升我们本身的一些工艺水平 也提升我们本身的艺术的现场能力 因为我们国家对基因器的使用很晚 所以说本身基因器的这种制作技术 一定是从国外输入到我们大唐 但是大唐的工匠 又对它进行了重新的一种改造 然后把中国的很多这种工艺的元素 又融到了这里边去 所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 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成果 千年前的大唐王朝 不仅容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者 商人与朝败者 也将唐代先进发达的制度 技术和文化 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正是这种包容并续 融合创新的大国胸怀 才能将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吸收 转化再输出 造就了唐代文化 对世界的深刻影响 传承至今 这就是当年西市的遗址了吧 对 这就是几种不同形态的西市遗址的一种圆状展示 整个市场的面积是一平方公里的地方 也就是1600亩 当时这个地方的主要功能呢 是唐都长安城的国际贸易中心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所有的外商都在这里汇聚 西运东书的物品都在这里集散 它应该说是支撑着当时四路贸易的主要体系 也是唐代丝绸之路商路的实际起点 所以非常重要这个商业意志 各国的使者呀 都到长安城来文化的汇聚 东西商品的集散地 如果这批宝物真的是被盗运出宫 收受国库赃物可是满门抄斩的重罪 购买和使用这些宝物在国内一定是不安全的 那买家要有能力运送出境才有意义 但同时满足有钱有能力 能出境这三个条件 会是什么人呢 金日圣 老师 这个金日圣的名字听上去像朝鲜半岛那边过来的人是吗 对对对对 他是朝鲜半岛的 当时朝鲜半岛呢 这个国家叫新罗国 所以金日圣这个人呢 他是新罗国的皇族 是新罗王的丛兄 很早就来到了长安 在长安大概生活了几十年 目质上记载金日圣 他来到长安以后忠心侍奉唐朝 直到最后坐到迎光禄卿大夫和光禄卿 光禄卿是唐代九四之一光禄四的长官 而是从三品 这么高啊 嗯 那老师当时在唐朝当官的这些外国人多不多呀 在唐朝做宰相的大概总复达到23个 更别说其他的官吏了 初步统计大概有三千多个 从这个目质的内容可以看到呢 当时唐朝对这个在外国人在中国当官的这些外臣 是非常重视和关爱的 唐王朝和各国交往如此繁盛 西市就是长安城最大的国际贸易场所 而这批珍宝又被埋在了西市附近 这里边会有什么不为人所知的内在联系吗 当时刘震盗卖国宝这件事情 就我的脑洞来说虽然还是说得过去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并没有找到什么实质性的证据 看来我要再喝点增强免疫力的东西继续开干了 有可能我们的猜测本来就不合理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